中国有淘谷这件事 距今还不过90年 是的没错 只有这么短的时间 在这期间 不少淘谷学者 发现了各式各样的珍稀文物 而且数量还不少 不过今天我们要聊一聊 为什么淘谷专家在墓中挖到鸡蛋 却不敢碰 淘谷不仅仅需要专业知识 还是需要细心的工作 因为古墓少则上百年 多则几千年 所以 墓中的东西已经和泥土混为一体 这就需要考古学家 和在场的工作人员 非常细心地清理文物 而在挖掘古墓当中 如果看到任何一种现代物品 考古学家都会非常紧张 因为这说明该墓 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了 最典型的就是发现矿泉水瓶子 和手电筒 除此之后 考古学家还害怕在墓中看到什么 答案是鸡蛋 在我们看来 千年前的鸡蛋 应该和如今鸡蛋没什么不同 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但要是发现墓中有鸡蛋的话 考古专家们手都是发抖的 甚至于没人敢去碰一下 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古代的人们 比较新人死后 也是一种重生 会把许多生活用品都下葬 在另一个世界里 也能生活下去 当然 这些都是富人才有前葬鸡蛋 因为那个时候鸡蛋 还是一种奢侈品 所以鸡蛋在考古过程也不常见 所以无以稀为贵 中国考古第一次 在古墓中发现鸡蛋的时候 大家都很惊奇 就有个专家好奇 用手摸了下 结果直接碎了 专家们觉得 可能下手太重了 也就没有在意 但之后又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说 考古学家都不敢碰鸡蛋 是因为古鸡蛋的特殊性 一岁 放了千年的古鸡蛋 早已变得脆弱不堪了 可能稍微吹一口气 都能把鸡蛋吹碎 并且鸡蛋的科研参观价值极高 当然 有些人脑洞大开 是不是能想办法 把千年的蛋孵出来 各位觉得 如果真孵出来了 那么小鸡长什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